嗨 欢迎来到大眼督玩具乐园 什么声音啊 小卡丽 你看这是谁 好可爱的小狗 以后它就是你的好朋友了 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哟 当然 我想要给它造一个专属的宠物小屋 哇 这是个好主意 不如我们用一些漂亮的吸管给它做一个小屋吧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用吸管做一个漂亮的宠物小屋吧 我们需要找一张硬一点的卡纸做底板 把双面胶像这样粘在底板上 然后粘上吸管 再把多余的卡纸剪掉 可以用你喜欢的吸管来做底板 或者也可以涂上其他颜色哦 接下来我们来做小屋的正面墙壁 把吸管剪成不同长度 排列起来粘好 可以粘成对颤的形状 可以粘成对颤的形状 记得擠出一个门的位置给小狗进出哦 然后我们把其他三面墙也扎好 记住 背面的墙要和正面做成一样的形状 两边的墙也要做成相同形状哦 现在就可以把四面墙壁粘在一起了 然后按上屋顶 还可以给狗屋做一个可爱的门牌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种转弯的塑料吸管来做椰子树 把吸管转弯的部分拉开 剪下来 小朋友们 剪刀要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使用哦 然后把两根吸管插在一起 看 是不是很像椰子树的树干呢 再拿一节吸管 我们从中间剪开 注意不要完全剪开哦 然后剪出叶子的纹路 这样就做成叶子树的大树叶了 我们再做几片树叶 现在我们来组装叶子树吧 像这样一层一层沾上树叶 像这样一层一层沾上树叶 最后插上树干 可以用采泥帅帅 帮助固定椰子树 哇哦 有了椰子树就像到了海边度假一样呢 我们再给狗屋 安上一圈围栏吧 可以用尖头的吸管来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哦 略带风景的小屋太漂亮了 准备好食物水和玩具 我们一起迎接小狗吧 不知道它会不会喜欢呢 快来看看你的新家吧 哈哈哈哈 巴比 看来它很喜欢这里呢 太好了 哇哦 我们一起带小狗去玩吧 mekan 不 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